天河所踏,十二燕分 两千多年前,诗人屈原就曾对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奋而求索 古往今来,人类对于浩瀚宇宙的追问和探索从未停止 而射电望远镜就是科学家们用来观测宇宙,扣问未知的戾气 探索宇宙机缘,天地机缘和生命机缘 它会给中国的射电电文工作者创造一个非常好的突破机会 这是过去我们没有的 天河的总面积相当于三十个标准足球上的大小 它的范围可以达到核外星星,甚至百亿光年之外的宇宙 它的灵敏度达到当时世界第二大射电网远镜,RSABO2.5倍以上 这份报告见证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2020年1月11号,FAST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开放运行 为FAST调试的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35岁的年轻人 从2016年9月到2020年1月 他们只用了国外同行一半的时间就完成了FAST调试任务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相当于是主要的为FAST的这个自动化的运营维护 做一些这个智能系统和平台机器人 整体的能使我们的望远镜的维护效率大大提高 包括维护质量 对于观测时间,观测效率,观测效果等等 都有所提升 更加有利于天文程度的进一步的产出 应该说中国天眼呢自从这个投入运行之后 就是世界上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但是这不是说这个它是有终点了 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努力进一步提升的性能 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啊 那还是需要很多工作要做的 包括相控的接收机技术研制 包括这个FAST的核心镇的这些规划和建设等等 才能在这个领域吧 保持它长久的领先能力 感谢观看